在指揮的指導下 學生安心且自信地站在台上悠揚 吟唱足語歌謠 22號桃園縣舉辦103學年度 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共分為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 三大組別 參賽的國小學生分享了 學習歌謠的收穫與趣事 我學到打燕的 打燕的母語 感覺很有趣 校長指揮 他不會講歌謠的時候 我們就在笑 我們有教校長指揮 唱泰雅歌謠感覺很有趣 希望我上國家可以表演這個泰雅歌謠 用傳統歌謠學習族語 讓小朋友對族語有深刻的印象 是有效學習族語的方式之一 對此家長也感到認同 為了給孩子周全的族語 學習環境 也會盡量在家中 用族語與孩子對話 在老一輩那邊還是會用母語跟小朋友交談 那我們這邊呢 也會盡量 教小朋友以母語的方式交談 溝通 這樣子 就是盡量不要讓我們的這個族語 這個文化流失掉 其實在吟唱上面就是我們的文化的根 那用我們的母語去吟唱的時候 我們的孩子都能夠更了解 就是我們自己的母文化的那個美的地方 而這次原住民與團體組 國小組冠軍是復興鄉益勝國校 國中組是復興鄉介壽國中 高中職組冠軍是陽美區的永平工商 冠軍隊伍都將代表桃園縣參加明年103選年度 全國師生鄉土各藥比賽 接著一本五六桃園週日採訪報導